而沉起一段时间的蒋家因为私生子的话题再度成为新闻焦点 虽然后来邱明山是改口 他和蒋经国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人在大陆的蒋方质疑 面对媒体询问仍旧有点不太高兴 他认为这样的指控伤害了蒋经国和夫人蒋方良 让他们做晚辈的很心疼 到大陆参加活动 隔海却传来公公蒋经国私生子争议 即便已经真相大白 蒋方质疑仍旧有些怒气 蒋方质疑刻意压低情绪 不想让话题再延烧 倒是对重新回国的马主席期待很高 他还是比较软比较心软的啦 但是我相信他这次是有决心的 那么国民党需要改革 而且国民党需要彻底的改革 我也期许我们马总统在马主席在这段时间 能够真正的能够从头到尾 彻彻底底的改革我们中国民党 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常委 蒋方质疑没有再参选的打算 现在专注研究整理蒋家与国民党史资料 只是来到浙江难免想起两位老总统的遗愿 以灵回凤化 我们会努力往这个方向去走啦 那我也我个人我也是非常愿意完成老人家的心愿 家族有共事但中华民国前总统的遗体安葬大陆 不光是蒋家人的家事而是国事 即便两岸走到今日仍旧敏感 似乎也只能等待下一个时空变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梅 浙江财富报道